美国总统川普 美联社 分享 美国总统川普6日告诉他的支持者 如果他遭到弹劾 将是你们的错 因为你们没有出门投票 在其中选举逐渐逼近之际 川普试图巩固其支持基础 强调团结一致的急迫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今天报道 川普昨天在蒙大拿州比林斯 Billings 一场造势大会上表示 你们没有出门投票 这是他 弹劾 发生的唯一途径 川普并说 届时他们会说 瞧瞧他的所作所为 顺便一提 我们正在弹劾他 我将是史上唯一获辞评语的总统 他指出 在此一选举 其中选举中 你们不只是投票支持某一候选人 你们也会投票选出控制国会的政党 这一点十分重要 非常重要 川普先前也谈过被弹劾的可能性 但他此次谈话的时机特殊 在喧嚣混乱的过去一周中 川普是否适任 以及他对政府的掌控 出现了新的质疑 根据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记者伍德华 Bob Woodward的新书 以及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坎登一位川普政府高官匿名投书 川普政府官员不但不相信自己的老板 有时甚至致力阻挠川普推动的方针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 Mitch M.C.Kannell 今天受访被寻击川普是否可能被起诉时表示 司法部已采取立场 总统不当行为的合适纠正式弹劾 但他也强调自己并非这方面的专家 麻州民主党及联邦参议员华伦 Elizabeth Warren 昨天表示 现在是将川普赶下台的时候了 华伦指出 如果川普政府高官们认为 美国总统无法履行职务 他们应该援引 宪法第25修正案 罢处总统在此同时 民主党候选人持续在不选中表现优异 民主党在其中选举夺回众议院掌控权的几率提高 弹劾川普一直都是改革派造势活动上的诉求 但是民主党领导人经常采取灭火作法 民主党籍的前总统欧巴马 Barrick Obama 预定今天发表演说 他将在演说中 欲请民主党人在11月期中选举踊跃投票 因为民主党想要从川普所属的共和党手中夺回国会主导权 不参与投票的代价太大 欧巴马去年交棒给川普后 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但预定今天在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发表的这场演说 将是他未来数周一连串为民主党候选人造势的一史 有点重复的一史